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尽量把它拿来偶尔SMS一下 但是在这么忙的一个环境里 在这样的经济萧条的一个整个趋势 我们来看科技 我们来看科技来改变 目前正在改变世界 但是其实我个人观察 我觉得世界的确在变 世界的确在变 比如说最新的资料 好像在美国过去这一段时间 好像过去这12个月 尤其是最近这6个月 经济萧条的状况是很明显 但是他们统计数字看到一件事情 美国人过去 在这整个经济状况之前 他们的savings rate 就是储蓄率 原本是-2% -2% 美国人 所以他们很会用信用卡 很会用贷款 美国人的储蓄率平均是-2% 但是最新的资料显示 美国人现在的储蓄率是-3% 所以代表美国的national income 有5个percent 全美国的5个percent的national income 那是多少钱啊 有5个percent呢 是被美国人放到口袋里 没有拿出来放在消费上面 consumption 难怪经济会萧条 但是人的behavior在change 可是这是sustainable吗 还是其实本性难改 过了两三年 也许经济状况 全世界开始回复到我们期待的 继续成长 全世界是在一个富裕 持续成长的一个状况之下的时候 美国人的本性 会不会再回来到-2%的那个状况 这个我们不知道 但是呢 things are changing 可是人跟事 那我这边讲的事 其实主要是讲experience 人跟事 其实这几百年来 没有很大的改变 当然还是有一些change 但是change最多的 change最明显的 还是在things 在物上面 那我们还是需要跟人家connect 我们还是需要 每天生活中的一些基本的需求 我们工作其实是为了什么 我们跟人家沟通 我们去跟人家做协调 我们跟人家开会 我们去参加什么 是为了什么 为了什么 那件事情没有变 50年前 一百年前 那些事情存在 现在依然存在 只是物 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 利用什么样的东西 来满足这个需求 其实是没有变的 我是希望今天能够带出给大家两个信息 第一个信息是 其实我们要去看清楚 没有变的这个东西 到底是什么东西 然后要去抓紧它 要去抓住它 那第二呢 其实你抓住它之后 你怎么样去满足 因为我们在场的大部分 都是想要做生意 不管是工作 薪水 或者是真正实际在 run一个business 在做生意 其实business 其实就是要抓住这个东西 然后能够满足你的target customer 上上星期六 两个星期前 星期六的早晨 我带着我太太 我两个小孩 很小 一岁半跟三岁半 一岁半是 刚学会走路没多久 还不会讲话 带着他们走走走 走到我们家附近的社区图书馆 是个市立图书馆 台北市立图书馆 这个图书馆呢 其实不是在一个很热闹的地方 不是在一个商场或超市旁边 它是在住宅区的巷子里面 的确它楼下是一个超市 它对面是一个五金行杂货店 可是就这样子 其他它周遭的地方 全部都是一般住家公寓大楼 就在一个小巷子里 然后走进去图书馆其实虽然是在一个旧大楼里面 它里面呢是装潢得很不错 人家的感觉空间很好 你一进去左边一看 沙发区坐满了人 星期六早上坐满了人在那边看报纸 看杂志 满的 社区图书馆 满的 没有位置 然后往右边看呢 就是书籍很多书架 也是一个很空旷很大的空间 看到很多各种不同的人 有学生们在那边写功课 在那边读书 有一些年轻人在那边上网查资料 有一些年长的人在那边看书 我带着我们家的两个小朋友去 去图书馆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棒的经验 他们前一天晚上就期待 每次我们去借一张图书证可以借 我记得好像可以借五本书 我们用了两张图书证 我跟我太太的借了十本书回来 好像一个月才需要还 所以回家可以慢慢的跟小孩子讲故事 这整个experience 是一个很棒的一个family experience 在一个saturday morning星期六早晨 就在一个很普通的台北市住宅区里面 这种experience代表什么 我们大家去图书馆 当然去那边有书可看 也有电脑可上 有报纸可以翻 但是大家去图书馆 在一个星期六早晨 希望得到满足的是什么 我刚刚描述的那个整个体验 从早上醒过来 知道今天要去图书馆 然后呢 全家一起去 那背后的那个 所想要得到的那个 真正的real value是什么 是书里面的内容吗 是想要去图书馆里面 跟很多人connect吗 我不知道 大家可以去想一下 可是是很珍贵的 我希望每一个月至少有一次 我一定要挪出时间 为了我自己 我不要说为了我的两个小孩 为了我自己 有那样子的一个体验的满足 我相信我下一个月 觉得很充实 不管再怎么忙 不管外面的市场上的挑战 再怎么辛苦 觉得很充实 另外我一个月前 跟一位资深教授 约在台北市的某一条街上 要谈一件事情 那谈一件事情 我们原本约在某一个地方 可是发现那个地方 不太适合谈事情 所以我们就在那条街 想说应该要到哪里去 结果呢 我们看就在同一条街 在走过去不到两分钟的地方 有一个好像是咖啡店 可是它的招牌名称 又不是让人家感觉 好像真的是咖啡店 结果我们走进去呢 其实里面是布满了 很多很多很漂亮 各种不同的兰花 但是我进去就问 我也不知道是店员 还是老板 还是老板 我看到我就问说 请问你们这里是花店 还是 因为我看到很多沙发 然后好像有menu在这个沙发上 他说我们是个咖啡店 那我说哇 那这么多这么漂亮的兰花 真的很多 整个咖啡店四处都是很漂亮 各种不同的兰花 这么多兰花 你们是特别对兰花有兴趣吗 你们老板 老板娘是不是对兰花特别有兴趣 他说不是 我们原本是个花店 我们原本是个兰花店 但是呢 我们看了看这个市场 了解了一些市场跟顾客的一些状况 其实呢我们觉得改成一个咖啡店 然后兰花呢 一边当展示用 让人家在喝咖啡的时候 有个很棒的感觉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这些兰花都可以租 你喜欢哪一盆 用租的你不用买 因为兰花真正很棒的 很漂亮的兰花其实是不便宜 你可以租 帮你送到你家 还是看你要放在哪里 你的办公室 你自己的店面的一个展示 都可以 那我们租的服务呢 不是只是说 你看到这一盆你很喜欢 你就租回去 其实我们有另外一种租法 就是我每个礼拜或每两个礼拜 我去跟你换一盆兰花 所以不同种类的兰花 不同的兰花 可以在你的家里 或在你的办公室 或在你的店里面展示 所以让你有一些 换新的感觉 所以不会一直就是看着 同样那一盆兰花 而且我们会帮你做更换 帮你做这个 确保这个兰花呢 是随时是 perfect condition 最完美的一个状态 哇 我感觉哇 真的让我觉得一个城市里的一个小角落 他们看到东西 他们想到新的机会 他们做了行动 他们做了转型 而展现一个全新的一个 我们用一个比较商业化 business model 或者是service model 然后 wow 让顾客走进来 真的是觉得wow 非常感动 那我自从那天以后 我就讲了好几次 那个体验 我觉得那个体验 代表我们台湾有希望 代表我们的中小企业 我们的服务业有希望 我之前一开始讲 我个人观察 我觉得人的历史上 人跟事 其实是没有多大的改变的 我们还是需要吃东西 我们还是需要睡觉 我们还是需要活动 我们还是需要去为生活 去争取机会 其实 这些事情基本上没有多大的改变 真的在改变的是 是物 是things 那让我们感受最深的 就是technology 因为我们现在是生存在一个 high tech world里面 所以生命里充满着technology 我手上这个东西也是technology 但是会不会误导了我们 这些things changing so fast 会不会误导了我们 而miss掉 其实真正在抓的东西是 人跟事 内心真的 那个需求 是什么东西 而不是盲目地追着 changing things 所以这个是我希望 跟大家做一些更深的探讨 首先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一个算是一个老外写的 Alan Say 那这是他自己在他这本书的前沿 写的东西 每次想起我在日本的童年 我是想到紫戏 每天下午 沿紫戏的人骑着脚踏车出现 脚踏车后座有个大木箱 木箱抽屉里装满了糖果 箱子上有小戏台 小孩子跟他买糖果 听他说故事 一边说一边抽出图卡 那些故事仿佛永远没有结局 每当英雄或侠女遇到危险 故事就结束了 下次再继续 紫戏人笑着 我们这些小孩只能低声抱怨 不过一下都没事了 因为我们知道那些英雄和侠女 明天一定会得救 然后展开新的冒险 我们也能够再吃到甜甜的糖果 那些故事的确吊人胃口 他后来到美国之后 不需要别人解释 他就知道怎么样表现故事的方式 那这种扣人心弦的故事 都会让我想起 仔细带给我的愉快回忆 所以他希望借由这本书 来为他的读者演一天止戏 不过我们自己要准备糖果 这是他自己写的前言 这本 这是在日本东京城外 一个小乡村里 有一对老夫妇 这老夫妇呢 他们是没有儿女 他们相依为命 那有一天 这个老人呢 就对着窗 对着门外发呆 发呆了好久 那个他太太就问他说 你在想些什么啊 那他就慢慢的回答说 我在想着我以前每天进城 去讲仔细故事的时候的 那些情景 那老太太就跟他说 其实你的脚踏车都保养得很好啊 那你的身体应该还OK啊 其实可以再去啊 如果你真的那么想的话 这老人想一想 也是 好久好久没有进城了 好 那 他就骑着脚踏车 然后 当然他太太呢 帮他做了很多新的糖果 装入他那个戏台的上面 这个老人就骑着脚踏车 进城 那他进城的时候呢 发现 哇 本来是一个小镇 现在已经是一个大都市 那么多车子 那么多高楼大厦 那么多人乱七八糟的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这个世界在变吗 还是我走错路了 那他开始就在那边回想说 当初他每天进城的时候的那个状况 每次他进城 好多小朋友围绕着他 很高兴 纸细人又来了 然后呢 手上拿了个铜板 紧握着铜板 跑过去围绕着他 然后 请他赶快讲故事吧 不管是淘太郎 或一寸和尚 点点点 每个小朋友心里面都有一个故事 今天想要听到 然后呢 这个老人 很高兴 就每一天都很充实的 能够满足这些小朋友 可是 有一天 他发现 有一个东西叫做电视 出现在一些家 家庭的房子里 然后呢 每天 自从电视出现之后 来听他讲故事的小朋友 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那他就很好奇 这个电视 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 有一天他 骑着回家的路上 他去探 探看了一下 他看了一下说 那个东西 又不清楚 虽然会动 但是又不清楚 然后又是黑白的 那个东西有什么好看啊 我的图片 多漂亮 多生动 加上我讲这个故事 奇怪 人们怎么会喜欢那种东西啊 他还是搞不懂 那一天他回家 但是呢 慢慢的 一天一天 来听他讲故事的 越来越少 小朋友越来越少 最后只剩一个小朋友 这个小朋友 他家很穷 没有办法买电视 所以每天还是来 找这个仔细人 想要听故事 然后 这个老人在这个时候 就记得 其实他 之前 讲最后一次 指示人的故事 就是对着这个小孩子讲 讲完之后 他也 没有再看到那个小朋友了 这个老人也没有再进城了 当他想到这里的时候 突然间他听 听到了一个声音 我就是那个小男孩 这个老人突然间清醒了 一看 他前面站满了人 都是大人 然后有一个高高的一个人 看起来已经是三十岁了 就在他面前 举着说 我就是那个小男孩 然后 那个人后面的一些其他的人 就开始也在这边讲说 对对 我们就是听你的故事长大的 能不能再跟我们讲一次 一寸和尚的故事 再跟我们讲一次 淘太郎的故事 然后在那个时候 这个老人就是非常惊讶 也非常快乐 然后他真的就是 就开始讲他的故事 然后发糖果 然后大家就很惊讶 说哇 这糖果跟几十年前的糖果 一模一样 还是一样的糖果 好棒哦 然后大家为他鼓掌 这个老人也跟大家举了功 大家为他鼓掌 那天晚上 这个老人 讲故事 这么多人在他面前 拍手鼓掌 上了电视新闻 我想到的是 这个仔细人 这个老人家 或仔细人这个行业 他们的核心能力是什么 他们的糖果真的很棒 很好吃吗 这个老人的故事 是他自己写的吗 还是他只是在讲 别人的故事 那这些故事真的 真的那么powerful吗 好像也不是 这些故事好像这些小朋友 应该听过了好多遍的 他的那些图画 画板画 那个图片 真的那么生动吗 好像也还好 虽然是彩色的 所以这彩色的 这个画画真的是 那么受人喜欢吗 还是他的technology很棒 他的那个脚踏车 他的那个纸细台 他的那个抽屉 里面的那个小机关 拉出来 哇那么棒的糖果 都在里面 好像也不是 他的核心能力 好像也不是在这里 他真的很会做 selling and marketing吗 所以哇 他的魅力超强 因为他的 这个selling and marketing skills 超强 好像也不是 所以他的核心能力 在哪里 可能是他的对象 小孩子 故事加糖果 这是让小孩子 无法抵抗的 这个吸引的东西吗 就是这么简单吗 是这样子吗 或者是他 对他的顾客 这些小朋友 他的love and passion 对他这些顾客们 然后每天展现出来 让这些小朋友 波不及待的 要看到纸细人 他的relationship and insight 他很了解 很懂这些小朋友 要什么 所以他的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动作 其实都是为 这些小朋友来安排 让这些小朋友 能够很快乐的 跟他一起度过 那下午的一段时间 这些小朋友生活中 每天下午放学 可能爸妈还在外面工作 还没回来 这个空缺 这个纸细人 满足了那个空缺 而且满足 比任何其他人 做了更好的满足 更完美的满足 后来想想 可能是这些东西吧 可能是这些东西吧 当然这个纸细人 这个老人家 他是不是真的深入地 来思考这些 设计这些 而发展出这个纸线 这个东西 这个我不知道 但是我是 事后在这些思考 也许吧 可是 What happened 如果他真的有抓到 他的 Core customer的needs 他的love and passion 是那么真实 What happened 怎么 到最后 没有小朋友 要来听他的故事了 仔细人这个行业 到底怎么回事 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因为他们的糖果 已经是 没有人喜欢吃的糖果了吗 是因为他们 所讲的故事 已经是人家 不想听的故事了吗 是因为这些家庭 小朋友的家庭们 已经够富裕了 所以 有很多其他的选择了 所以在下午的那段时间 他们做了其他的选择了吗 是不是他们的生活形态改变了 而他们 觉得紫细人 所带给他们的价值 已经是 不是他们要的吗 是因为 technology的出现 电视的出现 而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需求跟行为 到底是什么 是demand改变了 还是supply改变了 还是 有什么其他的因素 这个 我不做更多的探讨 但是我share给你们 一个后继 是一个日本民俗学者 在这本书的最后 写的后继 他写说 据说紫细于1930年代 兴起于日本 日本极早就有 看图说故事的传统 早期的紫细不容易搬运 不过到了1920年代 晚期 紫细发展出小型木制戏台 安装在脚踏车上 可以游走各乡镇 technology 表演紫细的人 以卖糖果为生 不是说来听故事 要付钱 他是在卖糖果 故事是免费的 他以连续剧的方式 说故事 这个是很重要 这是他的strategy 听故事的人 为了继续听 接下来的情节 一次又一次 会来买糖果 所以 are they what they are buying is that really what they are here for 他们来用钱买的东西 是真的他们要的东西吗 这个有时候 我们不要做 太 狭窄的假设 有时候要真的很深入的 去探讨 去了解 花钱买的东西 不一定是真的 他真的要得到的东西 早期的紫细参考 传统戏剧 设计画面和台词 新型紫细 这像当时流行的电影取材 许多默片解说员 有声电影传入日本后 转以 演紫细为生 紫细是穷人的戏剧 它在日本经济最艰难的时期 发展到最高峰 1930年代 日本经济大萧条 许多人在街上谋生 紫细成为勉强糊口的方式 也许不久 我们在淡水会看到这些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后 紫细已经是 社会不可或缺的娱乐 让大人和小孩都为之着迷 即使在防空洞 或其他更荒废的地方 都可以进行 50年代 电视出现 紫细早已广为人知 最初电视被视为是一种电动紫细 但随着日本经济逐渐繁荣 紫细和贫穷落后 画上等号 紫细人卖的糖果 被视为不健康的食物 紫细的故事也被认定 不符合社会道德期望 许多家长和教育工作者 开始以教育导向来改造紫细 直到今天 日本出版的紫细图卡 由于教育色彩浓厚 大多销往学校和图书馆 也许我们这边也有 在街头表演的紫细艺术已经满无存 荡然无存了 过去演紫细的人如今都已转换跑道 从事漫画卡通 或者是join yahoo i don't know 但是他们知道紫细是他们的根 好 转个角度 换个跑道 大家熟悉的 我们还是在讲business 大家熟悉的starbucks 我想starbucks的这个东西 还有也许这个图啊 你们大家应该看过N次 但是我今天秀这个目的是在什么 我想问大家starbucks 在starbucks的环境里 在starbucks咖啡店里面 什么样的people experience 在发生 因为starbucks的这整套环境跟产品的提供 什么样的people experience 可以实现 可以被实现 其实这个是值得探讨的 在你们现在经营的事业里面 你们的target customer 目标顾客 你们在在你们的经营的整个过程当中 enable什么样的people experience 给你的目标顾客 那个people experience 他们很重视 觉得很有价值 愿意来再来再来的 有想过这个这个问题吗 我们工业福克中心在谈value的时候 我们常常提醒自己 不要right to left 尽量要left to right 那什么是right to left 就是先从一个idea 从一个product 或者一个service开始 这样子应该可以卖得不错 这个东西我有一个idea 我们应该怎样怎样 把它弄成是一个可以卖的东西 从idea开始来想办法把它卖出去 这个是很危险的 就算你成功是很短暂的 也有可能很容易被replace掉的 我们希望尽量是从了解value在哪里 然后目标顾客 他真正重视的价值是什么 那些价值呢 是透过生理跟心理上的 什么样的一个满足的过程 要满足这样的一些 心理跟生理上的这些过程呢 你要做些什么事情 你要给他什么东西 而最后才产出business idea product or service idea how to 其实在我们的社会 在企业界里 很多很多不同的尝试 大家都努力想要去找出 这个proposed value 有些公司呢 觉得这是试掉 research那个部门的责任 所以呢 他们做很多research 他们找调查公司 什么什么来了解 顾客的需求 顾客的价值 顾客的一些喜好 那有些公司他们觉得 其实呢 我们要更深 我们自己要来掌握 所以呢 我们要来做user experience usability 更深入的去了解 有些公司觉得呢 其实这是客服部门的问题 客服部门 你们接触客户最多最频繁 所以你们应该最了解 proposed value是什么 应该是什么 有些公司觉得 这个是业务 业务你每天在外面跑 每天去接触客户 你应该是最了解 这是你的责任 you tell me 你告诉我 是什么proposed value 才是客户最care 最愿意付出价值的 有些公司觉得是 product development 产品开发部的事情 有些公司觉得 是我老板 老板说 未来的市场在哪里 就在那里 是老板的forsight 老板的先知 有些公司觉得 最简单 就让customer自己去design 他要什么 然后呢 他design出来之后呢 我们尽量就做出来给他 所以很多公司做了 很多很多 这些不同的尝试 到底是 哪一个才是对 哪一个方法比较对 其实我们觉得 经过我们的一些分析 我们觉得其实这些 都还是有一些缺陷 有一个方法呢 可以让我们 持续不断的 去掌握到客户 内心真正 重视的那个 proposed value 这边写了很多 continuous interaction involvement with target customers across multi-disciplines through end-to-end service-focused customer-centric process and system collaboration 在说什么东西 OK end-to-end customer experience 我们要 去了解 end-to-end 从最起端到最终端的客户体验 客户的经历 客户体验是什么 人因的这些 人因的因素 human factor 一定要考量在里面 如果你做的是 出版内容 或者是你做的是一个高科技的一个产品 其实呢 human factor 在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不是只是产品 其实是以客户为主 的服务 那这个服务是怎么去带出来 去实现出来 让这个顾客得到 emotional needs emotional needs 有时候他讲不出来的 你做survey survey不出来 你要go deep 去observe 去validate 他的emotional needs 有时候才是真正的那个价值 你要抓住的 就像那些小孩子 他真的是要去吃那些糖果吗 他真正是很喜欢听那个 他已经听过了50次的故事吗 还是他真正要的是什么 那我们这边讲pervasive 对不起 pervasive就像Mark刚才讲的 ubiquitous 其实就是anytime anywhere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是一个个人化 互动 为主的 一个整个life cycle的一个体验 那怎么样去对你的目标顾客 能够做这样的一个 持续的一个观察 了解 很重要 Apple 大家都觉得他们是一个 很棒的innovation的公司 那其实 他们自己说 他们最重视的是 他们的customer experience 怎么样去deliver 这个customer experience 前面讲了一些例子跟一些故事 那我们到底可以 从这些例子里面 了解到什么东西 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讲的是 service innovation and design 服务创新跟设计 服务创新跟设计的一些过程 可以让你抓到这些 内在你不一定看得到的一些核心价值 能够让你抓到你的顾客 那什么是service 这其实每一个字都很重要 虽然这是英文 但是其实是持续不断的 个人化的一个互动模式 然后呢 能够把他的外在的需求 跟内在的需求 能够结合起来 满足你的顾客 那服务创新是要从哪里开始 服务创新要从哪里开始 其实呢 要从真正的深入了解你的顾客 而不是只是based on experience 或者是mindset based on data experiments insights 所以是真的要 这些数据 真的要这些数据 真的要去做实验来验证 然后产生这些insights 之前Mark也提到 我们面对的世界 然后那些目标顾客呢 其实他们不是像几十年前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前一样 但是他们今天是在 整个全球化 科技化 跟information 很open 开放性的一个状况之下 在互相互动 顾客们互相互动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该怎么做 要做服务创新 要去开始对服务创新 做一个尝试 一定要有某些装备 然后不是说一个团队 对我们现在这个行业 非常精专 让这个团队去找出 服务创新的一个内容 不是 其实是要multi-discipline cross domain 是要T型的人才 胎型的团队 比较容易让你对服务创新 有成功的机会 我们共同院服务中心在协助探讨台湾不同产业 还有台湾不同的一些科技应用上面的一个服务创新的模式 我们是从这几个角度 几个步骤 Observation and Insight 其实Observation Observation本身就是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课题 有很多方式 四五十种不同方式 可以去做Observation 那你希望能够找出Service Opportunity Gap 从这个Gap 你发展出Value Proposition 有了这个Value Proposition 你开始去Build你的Scenario Storyboard 因为你要满足的是一个情境 一个整个经历 Experience 一个Experience是一个Story 然后从这里面发展出Service Model Prototyping很重要 Prototyping就是不断不断 一次两次三次 没关系不太对 加强撕掉化掉重新再来 Prototyping 那最后你一定要有Business Model的验证 要不然的话钱从哪里来 我们可以从在哪一个点 哪几个点上面得到Business的机会 很重要 最后不是一个免费的服务提供而已 所以Business Model在哪里 最后还是要注重 最后这几分钟 我很快跟大家go through 一个例子 那这个例子其实是 有点是虚拟的 但是又是很真实 那这个是只是 一个软性显示器 大家熟悉的所谓的电子书或电子纸这种新科技 那其实这个新科技还是很新 我知道已经有一些公司尝试在做Kindle 2 是应用的一个方式之一 但是其实未来这一两年会有很快速的这方面的发展 所以大家应该可以 很快的可以看到 未来这两年很快看到 不同种类的这些应用在市场上出现 那这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 只是其中一个可能性而已 其中一个可能性而已 那但是要分享的主要不是说 这里面的实际内容 而是这个过程 我们用什么样的模式 里面大概是哪些东西 而造成我们觉得说 我们看得到一个service model跟business model 第一呢 就是我们讲的service opportunity gap 对人文 对人文的一些状况 其实第一你要设一个主题 这个软性显示这个东西 主题是人与资讯 还是人与文化 到底哪一个主题 你从那个主题里面开始去思考 然后去整理出你所观察到的 social economic跟technology相关的事情 那这个brainstorming呢很重要 这brainstorming这个observation 可以让你看到 你平常只看technology 而找不出应用方式的很多很多新机会 那中间产生的是一个叫service opportunity gap 其实这有一些相关步骤的 但是找出service opportunity gap之后呢 你进去开始去思考 这个value proposition跟product concept 那我们在这边展现出来是 其实它是一个电子纸 电子纸 那其实它是可以connect到你的mobile phone 或者是wireless 你可以send content到这个电子纸上面去 那这个电子纸呢 其实呢 是在无所不在的一些kiosk 里面你就可以取得 就好像捷运站 你下了捷运的车 捷运车 就有人给你一份捷运报 然后你读读读 然后你上了你下一个捷运的车子 然后你下来之后呢 就在车站的一个角落呢 你就看完了你就丢回去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那这纸呢 其实是一个很棒的technology 但是这些customer要的是什么 他要的不是这张纸 他要的是这纸上面 可以带出来他想要得到的一些信息 所以我们就开始画storyboard 我们锁定上班族 通勤上班族 不是自己开车的 是通勤上班族 大都会里面 所以会经过大众的交通工具 然后他在等车的时候 或者他出家门 在家旁边的便利商店的时候呢 他就可以pick up 这个iPaper iPaper上面就已经有 当天的什么什么讯息可以传递给他 然后他在等的时候 他在坐车的时候 其实他可以阅读 这iPaper上面的东西 他也可以用他的手机 透过各种不同的科技方法 把content upload到这个电子纸上面去 因为手机还是有限 对阅读来说还是有一些限制 目前来说 但是呢 这个马上可以把你想要读的东西 很方便的 你很熟悉的方式 展现在你面前 这个纸是真的很轻薄 很轻薄 可以卷可以折的 所以不是一个 你一定要这样戴着的一个文件夹那种方式 不是 然后呢 其实他可以带回家 他不一定要放回去 他可以带回家 他可以带回家之后 他可以继续用这个iPaper 所以他是持续不断可以被利用的 但重点是这个纸呢 我们要卖多少钱 其实这个纸是免费的 卖的是里面的information 里面的content 但是 其实我们在这边探讨的是 其实这个content 不一定也要卖多少钱 这个iPaper 本身是free iPaper里面的information 也是free 因为他可以用他的手机 或者是回家用电脑 upload 上传资讯到这个iPaper里面 他可以这样子看 然后他就可以带着 他出门的时候 他去哪 他可以这样带着 很轻便 可以折可以卷 所以里面的资讯 其实 你要卖钱吗 他随时都可以replay上面的资讯 但是呢 你在哪里可以charge钱 我们先看一下service model 这个service model 其实讲的是 content provider是在这边 provide content 那这个是有一个新的服务公司出现 这个服务公司就是这个iPaper的一个media integrator 然后呢 他iPaper是从supplier 专门制造iPaper的一个技术厂商得到之后呢 然后他content放上去 然后他透过这些通路 把他的iPaper放在这些地方 那其实是以最方便的方式把iPaper散播出去 像Mark刚才讲的 share just give it away share it 那大家去分享 大家去pass it around 没关系 因为就是free you can get it anywhere 越多人手上有iPaper越好 那因为我们business model是在这里 我们针对content 我们收月租费广告费 我们针对这些人呢 如果他有什么特定的东西 他想要阅读 他想要取得 那时候我们来收费 但是一般的资讯 我们不断的提供是免费的资讯 让他很习惯用这个iPaper iPaper一是free 二是里面 他可以很多很多不同的资讯 他要的资讯 或者是免费的资讯 他变成一个很习惯的东西 这个模式 所以我刚才讲 这只是一个possibility之一 那这个是不是真的可行 这个还需要很多更深的探讨 但这里面就break很多assumption break很多assumption 工人院内部研发单位 花了几亿元几年时间 在研究这个iPaper这个technology 他们听到说 你把我花这么多钱 研究出来的东西拿去送 免费送 你打开派给 然后content provider在座各位 哇 你要我的东西放到这上面 而且又免费的放 哇 我钱哪里来 所以其实是真的 break很多assumption 但是呢 其实不是everything 不是everything for free 不是everything for free 但是 就是again 我想专家在这前面已经有点到过 你就是要make it open 有些东西 像yahoo上面 yahoo网站上面的新闻 UDN网站上面的新闻 绝大部分 其实是absolutely free and you can read it enjoy it share it save it 没有问题 没有限制 那钱在哪里 我是卖content的 我是卖电子纸的 我花了多少钱 多少时间 发展这个技术 我这个纸呢 我从哪里拿钱 well 你要转变 你要扮演不同的角色 你要去抓住 那些小孩子 真的要的是糖果 或者是 听这些故事吗 那小孩子真的要的是什么 从那里面去拿到钱 所以这边是简单介绍一下 这大家都知道 其实平面 我们希望就是 不只是平面印刷出版 转数位内容出版 其实是一个服务模式出现 是一个人文 个人化的服务模式的出现 人文个人化的服务模式出现 展现在这个iPaper上面 而这个角色 由你们来扮演 你们不是要去卖这个iPaper 你们要去能够让 每一个人手上 有一张iPaper 然后透过这个iPaper 它可以展现出 它个人人文的需求满足 What does that mean? 对你传统的出版业来说 这些是个人的想法 请供参考 外行人提供一些小意见 我觉得还是回到很根本的 很根本的一些问题 What business do you want to be in? 你们想要在什么样的一个 生意市场里面去经营 are you in the publishing business or are you in the humanities business 人文文化的 business are you in the fulfilling needs business or are you in the delivering information business? Who are your key customers? 这一些真正对数位内容 会去拥抱 会去运用的这些人 你要怎么样持续在他身边 就好像他们小时候去图书馆 借书的时候 你在他身边 可是这些人现在是在拥抱数位内容 你要怎么样持续在他身边 What life needs you can fulfill for them better than everyone else 他生命中的什么需求 你可以做最好的满足 没有别人可以比你做得更好 你抓住了什么东西 Functional emotional values 你怎么去deliver 那用什么样最好的方式 来deliver这些东西 那有一些 这些东西呢 其实会改变的 因为这些人 跟着 things that change 他们满足那些 内心深处的那些需求的方法 也在改变 所以你有没有抓到这些 value在move的时候 你是持续抓住这些 我简单做了一个思考 其实资讯 information 其实information呢 有两种面向可以去探讨 一个是时间 时间其实会去erode 会去减灭掉 这个资讯的价值 如果已经是过时的资讯 已经是大家都知道的 价值就比较低 personalization of value 这个information 这个个人的 我对我说我要的 对我来说是重要的 我不care别人 我care的 比如说有人很喜欢摄影 他对摄影的那些东西 他很喜欢 别人可能不是不太有感觉 可是他很喜欢 所以personalization of value 有high有low 那在不同的high low的情况之下 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平面 内容 可能可以这样子分 可能可以这样子分 那这代表什么 again我这边写的是 just my personal opinion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在左上角 high personalization value 但是low value erosion over time 表示说这个时间不会 减灭掉太多这个资讯的价值 像有一些很classic的书 很具有代表性历史性的书 红楼梦 点点点 他们可能在这边 那有一些是很personalized 个人非常喜欢 每一个人喜欢是不一样的东西 的东西 那这些东西呢 时间不会减灭掉他 对这个人需求的价值 那这些东西呢 你可能要各种不同的format 的一个方式 都要想办法提供给他 然后呢你要尽量要去保护 你的这个内容 那在这边 像一般的八卦杂志 每个礼拜的一些 一般的大众化的杂志 或者是报纸呢 是比较属于high value erosion over time的 那也比较是low personal value的 大家在看的 那这些呢 其实呢 我这边的建议是数位化 然后呢 give it away free 那你business model在哪里 你让越多人看这些东西 他们在看的时候 他们在传阅的时候 他们在分享的时候 他们在互相讨论 这些大众的 这些讯息的时候 你抓住那些机会 你可以跟雅虎合作 你抓住那些机会 中间是你获利的机会 而不是这些内容本身 参考书啊 课本啊 百科全书啊 字典啊 这些呢 可能是比较是low value erosion over time low personalization 那这些 那这些 我在这边 个人的建议是数位化 然后呢 你不要卖书 你不是卖内容 你卖的是每一次 人家来看 来参考 来用 你每一次charge 所以不是说 download去 然后你save起来 什么 来看 每一次我charge你 它还是有价值 那最后是在右上角这边 high value erosion over time high personalization value 那这些是 你各种的format 都要卖 那包括 因为这里面有一些 是持续的 持续性的 per usage 这边也可以考虑 因为在这边是 因为它觉得很有价值 但是呢 又有一个时间性 所以它有一个急迫性 它想要去看 high personalization value 但是又有 time erosion的这个factor在里面 所以它比较有急迫性 想要去看 所以你就有商机 所以以下 以上是个人的一些意见 最后呢 这本书大家都知道 Who moved my cheese 大概八年前 很热门吧 那有点感觉 其实不只是可能是出版的产业 我昨天早上 供应院内部 我们有一个很前瞻技术的一个讨论 台湾的LED LED产业 那明天 我会参加另外一个 是台湾的 显示面板产业 You are not alone 因为世界在改变 然后呢 这些大产业 大厂商 都在寻找 我们该怎么办 清楚 其实 公园院的角色就是在 这么多不同的技术相关产业里面 要去做协助 要去协助找出这些新的商机 创新的应用 转型的机会跟方法 这些新的商机